工程人員貿易搶修 台鐵潤芳站跟喉童站之間的 邊波坍塌已造成花東縣中斷多治 不料昨天晚間8點多 傳出搶修意外 原來是工程人員駕駛維修車 控訴不當撞上止衝檔 導致兩名工程人員受傷 因為控訴過大撞到止衝檔 那緊急送到基隆殘根醫院以後 那已經在凌晨的時候 凌晨臨死的時候已經出院無大案 受傷的不是因為日夜趕工的問題 我們的所有的人員 他們都是用輪班的 不會有潮水進行 所信人員並無大案 也未影響工程進度 台鐵表示截至今天上午 已經清出8000立方公尺土石 但卻發現這一次走山意外 並不只是土石滑落 而是整個岩盤崩落所致 到早上的時候發現 土石都清完了以後發掘 下面是整個岩盤剖落 這已經超出我們原來預估 一樣是會誤捨評估滾動檢討 由於所有軌道修復跟電力感 耗製復原工程 都得等到岩盤土石清開之後 才能進行 台鐵將請水保局等專業人員勘查 評估是否更改工法 而目前定調預計13號搶通東正縣 單線雙向 但能否通車仍需專家判定 遠視新聞就有下馬許家榮欣 被瑞芳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